泄露的文件揭示了中国下人的计划 泄露的文件显示 科学家计划在致命的COVID-19大流行使世界陷入瘫痪18个月前 在中国进行涉及蝙蝠和冠状病毒的风险数百万美元的实验 这些文件由分散式激进自主调查COVID-19搜索团队DRASTIC发布 这是一个调查病毒起源的全球活动加在线团队 该组织声称这些文件是由一名举报人匿名泄露的 英国电讯报声称特朗普政府的一名前成员已确认该提案是真实的 提案 这些文件显示 来自武汉和美国的科学家计划将冠状病毒颗粒释放到中国蝙蝠体内 然后为他们接种疫苗以预防可能传染给人类的疾病 并要求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提供1400万美元为项目提供资金 2018年的提案是合成与人类细胞受体结合的次突糖蛋白 并将其插入SARS-CoV骨架中 以评估它们是否会导致SARS样疾病 根据该提案 科学家们希望在中国云南的洞穴蝠中对空气传播的冠状病毒进行基因增强 并释放含有新型嵌合刺突蛋白的气溶胶 并通过将人类特异性裂解位点引入蝙蝠来改变冠状病毒 使其更容易感染人类 研究背后的想法是发现冠状病毒带来的风险 以及预防爆发和为蝙蝠接种疾病疫苗的方法 提案是由生态健康联盟的Peter Dostak提交的 他后来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团队 该团队前往武汉调查COVID-19 但是当时DARPA的生物技术办公室不建议为其提供资金 因为已经确定了重大弱点 其中一些弱点包括提案未提及或评估潜在风险的功能研究 或关注的双重用途研究问题 以及因此未能提出DURC风险缓解计划 该提案几乎没有解决或讨论道德 法律和社会问题 DARPA继续说道 很明显 由Peter Dostak领导的尼一项目 可能会使当地社区处于危险之中 据DRASTIC称 文件显示该计划是美国生态健康联盟 A号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WITH合作的一项联合项目 DRASTIC表示 这些机构试图进行先进和危险的人类致病性蝙蝠冠状病毒研究 在2018年提交给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拨款提案中 这些研究显然符合功能增益 功能获得GOLF研究是一项有争议的技术 科学家们使用它来改变病毒的功能 以便更好地了解其进化 尽管许多人认为这种做法风险太大而没有道理 Peter Dostak和生态健康联盟提案 将武汉病毒研究所收集的致命的 嵌合蝙蝠冠状病毒注射到人员化和蝙蝠化的小鼠体内 DRASTIC说 AHAWIT提案名为Diffuse最终被拒绝全额资助 但为部分资助敞开大门 部分原因是它误解了GOLF功能获得指南 换句话说 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门已经判断出AHA研究的各个方面 以及与WITH相应的共享研究计划 属于GOLF的定义 这些拨款申请文件也显示了令人震惊的深度参与程度 AHAW与WITH在国家利益的问题上 提出的问题 尽管DARPA拒绝了该计划 但鉴于流行的理论得到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本人的支持COVID-19是通过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泄密事件发生的 DRASTIC质疑这项研究是否可能仍在进行 DRASTIC说 鉴于我们在该提案中发现了对计划引入人类特异性切割位点的讨论 更广泛的科学界对人工插入的合理性进行审查是有必要的 与此同时 最近发掘的2017年会议录像显示 达扎克博士谈到了他的中国冠状病毒工作是如何通过白宫首席医学顾问安东尼福奇博士的国立卫生研究院机构资助进行的 根据National Post报道 DRASTIC博士在演讲中讨论了资金问题 与美国国际开发署EPT-Predict项目合作并通过NIAID资助在中国研究冠状病毒 我们能够测试这种预测下一种新出现疾病可能是什么的想法 所以我们都听说过SARS 我们知道非典是有果子里携带的 嗯 实际上 SARS样病毒的宿主 即SARS冠状病毒的来源是蝙蝠 据报道 他在演讲中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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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